英文能力分為聽、說、讀、寫 然而台灣的英語教育在聽跟說的比重大多不及讀跟寫 導致大部分的學生實際要在生活中運用英文時往往會受到挑戰與挫折 隨著108課綱的改變 學生以素養學習為最大重點 英文不再是單純的一門學科 而是一項能夠用來溝通互動或許新知的能力 新型的大考音聽測驗 包含多元的測驗題型 不僅能看出大考中心對於提升英文素養能力的決心 也培養學生活用英語聽講的綜合能力 這次,我們訪問了三名英文編輯 國中英文老師,以及雙語班的高中學生 來看看從小開始學英文的大家 對於自身英文聽講能力的見解與想法 有緊張嗎? 有一點 我要開始囉 第一題是從小到大第一次跟外國人說英文的經驗 高中的時候跟外視聊天 陌生的外國人說話 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是有一次出國旅行 哪一國的? 英國 去美國 喜歡英國的口音嗎? 我還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口音很性感 很性感 那時候我講話之前一直在腦袋裡面 一直跑一直跑的時候等下要講什麼 超級緊張 在學校的話,老師都怎麼訓練聽力呢? 沒有老師的話都是拿課板的聽力活動 或是當考的東西 我要這樣背叛我高中老師嗎? 欸?高中我老師都沒教耶 所以你覺得自己學比較有用嗎? 幫我打馬賽克 我是第一屆學測剛拿入聽力 只有高三下那個學期 真的才有在訓練聽力 對你來說有幫助嗎? 我覺得還蠻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有多聽了 而且有認真的要聽懂了 一定會有比較好 我們老師平常上課的時候 基本是用英文上課 老師會放課文的影片 就會關掉字幕 所以可以用聽的去理解課文的內容 再加上我們班有很多的報告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地方來練習聽力 你要考過什麼樣的英文簡進考試嗎? 我考過多義 多義 然後全民英簡 考過全民英簡 全民英簡 多義的聽力會很難嗎? 多義聽力我覺得還OK 不一定百分之百聽得懂的 怎麼練習? 比較像是考試技巧 那聽不懂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只用猜他好了 如果有考試技巧 基本上就應該可以吧 你就可以趕快先看下一題的題目 Predict 他可能會想要過去知道什麼東西 最高等級是中高級的初試通過 中級的副試 會很難嗎? 我自己感覺比閱讀簡單 不會很難 因為他就是蠻日常生活的對話 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 他只講一遍 聽的時候就是做一些關鍵字 推薦的網站 練習英文聽力 應該是Ted Toe吧 會聽Ted Toe 看Ted Toe 很多人都會聽Ted Toe 那你知道最近三民有出一本 Ted Toe演講力嗎? 你該不會就是折編吧? 對 我就是折編 我演講力精選食堂Ted Toe的影片 方便練習聽力 還有演講能力 而且我們的影片 Basebook 或是看Instagram 我覺得懂嗎? Twitter我會看 這個蠻有效的 就是他很 他很不像在讀書 但是你會學到很多很道地的用法 嗯 很棒的 最常逛的英文網站是什麼? Voicetube Voicetube 因為我在教一些學生 然後就是會從上面找一些文章 這比較有趣 他連海面包包那樣都有 分好類的 這很方便 然後這個之外 他還幫你分口音 然後他有一個很棒的功能是 他會有字幕 我最常逛的是CNN 新新聞的 就像CBC News 然後上去看看一些新聞或什麼的 我實事也能學到常用到的單字